台湾网10月4日电此时,正知中国国庆上下,位于韩国民洞的乐谦免税店和新世界免税店,打响了前的战争,直线距离不过1.7公里的这两家免税店门口,每天凌晨至少有1500到1700名代购的排队。 人均消费金额动辄数百万海员,成为免税店的座上宾。据悉,乐谦免税店明东总店今年销售额有望突破4万亿海员,这是乐谦免税店自1979年成立后,创下的最高纪录。 中国游客在韩国视觉中国,据韩国亚洲经济报道,为抢夺代购客员,韩国乐谦免税店和新世界免税店最高纪与代购40%的版线,去免税店业界10月2日消息。 乐谦和新世界免税店上周交售额中,35%到40通过旅行社回口形式返还至代购手中,而平时这一比重仅为20%,一家免税店负责人表示,目前代购已成为个免税店的最主要顾客。 各免税店为了争夺代购使出浑身解数,位于蒋中洞的西洛免税店虽然回后率不高,但一直为代购发放贷金券。 报道称,发的事件发生后,韩国各免税店的回口竞争,更是趋于白热化,有关回口上线的争论迟迟迟不休。 韩国共同民主党议员一号众提议修订现行关税法,制定免税店回口上线标准,目前仍有待国会批准,韩国学术界也对免税店回口过度竞争,可能会导致韩国旅游质量下降表示忧虑。 汉阳大学旅游专业教授李勋英,表示,羊毛出在羊身上,如果免税店回口过高,旅行社势必通过低廉的旅游商品吸引游客,这将对韩国旅游形象造成负面打击,应对此进行有效管理,代购的力量究竟有多大? 从下面一组数据中可以约之一二,乐天免税店明东总店今年销售额有望突破4万亿韩元,这是乐天免税店自1979年成立后,创下的最高纪录,乐天免税店世界大刹店也将创下一万亿韩元以上的销售额,去年这两家免税店的销售额分别为3.1618万亿,韩元和5721亿韩元。 此外,去年销售额为2.1万亿韩元的新罗免税店,今年有望创下3万亿韩元的销售规模,作为免税店后起执行的新世界免税店明东,店市年销售额虽然仅为1.4万亿韩元,但今年有望进入2万亿韩元俱乐部,业内人士预测,今年有望成为个免税店销售创记录的一年。 事实上,在中秋,国庆假期到来之前,韩国免税业就已将目光描向中国游客。 据韩联社消息,韩国免税业为吸引更多中国游客光顾,推出各种投兵活动,免税业普遍预计。 这一期间的销售规模,有望交平时增加20%,报道着,乐谦免税店从9月14月至10月11日,按照消费金额分送价值最高34万韩元的贷金卡,购物金额超过500美元的顾客可获得蓝牙音箱、面膜等礼品。 乐谦免税店有关负责人表示,虽然中国跟团游客有所减少,但预计这一期间代购需求旺盛,销售有望比平时提高10%到20%,新罗免税店则加强网红营销。 新罗9月12日邀请中国网红等顾客进行美容课活动,计划到11月初,共进行7次美容课。 新罗免税店方面表示,新罗免税店在化妆品,将税领域具有竞争优势,厂商和顾客对美容课活动的满意度很高,因此公司计划继续举办美容课吸引顾客。 新世界免税店也将进行筹编活动,到10月10日再将胆点和明洞店用联卡消费超过一千,3000,5000美元的顾客可分别获赠3万。 8万,12万韩元的贷金卡。 另外,恰逢9月28日至10月7日,进行韩国购物旅游体店街。 新世界将以最高达五折的优惠销售手表,珠宝,豪华时尚产品,韩外网注销。 帅商或满意度并评议评论。